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想系统性的给大家梳理一下 针对这个肩周炎肩前驱疼痛的一些血位阻方 因为这个无论线上还是我的线下半啊 我们讲肩周炎讲了特别多 基本上每一都梳理出了十几组方子 但是呢,这个肩周炎里面又属于肩前驱疼痛 后身有障碍的这种呢,属于困难户,钉子户 那所以呢,我就想着把这个专门治疗肩前驱疼痛 然后有后身障碍的,然后组方给大家梳理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先讲第一个穴位 鱼肩穴 鱼肩穴呢,那你一听名字就是在鱼济 也就是守太阴肺经鱼肌穴穴附近专门治疗肩周炎的穴位 所以呢,定名为鱼肩穴 那鱼肩穴呢,它不是我们传统的穴位 它是高教授的,他自己发明的一个穴位 临床使用呢,针对我们这个肩周炎,尤其是肩前驱的疼痛,疗效极好 那我们的鱼肩穴呢,那首先我们先要找到鱼肌穴 找到鱼肌穴,然后往下五分的地方 往下五分的地方,然后你稍微拿手啊 你拿手稍微按一下 然后这块有一个这个调锁的,调锁状物 而且呢,有明显的压痛点,轻轻一按还挺疼 这块呢,就是我们的鱼肩穴 我们直次进针 一般我们进这个四到七分就可以了 针对我们的肩周炎特效 好,今天关于这个肩前驱疼痛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继续关注我